她是无数霸凌后的童年噩梦 只因为其脑洞实在太大 太过前卫另类 光是海报上的美女脑瓜子 便在很多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明明电影中没有鬼 却让人不寒而栗 她就是上映于1989年的凶宰美儿头 教授先生 给我个身子吧 女人没有身子 是一个字也不值的 这一点我十分理解 可是寻找的结果都不理想 罗小姐 假如我在你这漂亮的头颅下面 装上男人的身体 怎么样 你不是可以再享受一番男人的快乐吗 从没见过如此变态的教授 她痴迷于研究人体嫁接的实验 比如把一颗充满智慧的脑瓜子 嫁接到强壮的身体上 那么这个人绝对就是无敌的存在 再比如说把一颗貌美如花的女人头 嫁接到一具男人的身体上 这样嫁接出来的怪物一定会轰动全世界 教授名叫柯可恩 为了研究这项实验 他专门买下了一栋别墅改造为实验室 最近柯可恩想招聘一个住所来帮自己忙 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上华文讯来到了别墅面试 管家领着上华走到实验室 门一打开 上华就感觉一股阴风扑面而来 而打开灯的瞬间 他更是差点被吓个半死 尖叫的跑了出去 管家只是失望的摇了摇头 见上华冷静下来后又把他叫了进去 这是上华第一次见到老柯 对方看上去是一个儒雅又充满学识的人 见上华被吓成这个德行 老柯只评价道 这还真不怪上华神经脆弱 试问一个正常人看这个脑瓜的摆着点 谁不吓一跳啊 不过老柯有个小小的要求 那就是上华不能将在实验室看到的一切说出去 因为这一切真是太扯毒的了 老柯暂时不想让别人知道 为了那三十块的月薪 上华同意了他的要求 第二天一早 上华开始正式同入工作 管家再次把他带到那间实验室 虽然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就看清那颗头颅的一瞬间 上华还是被吓出一裤的污汗 可此时的门已经被关上了 上华不得不在老柯的指挥下转过身 然后看着那颗脑瓜 美娜因为染了一身情债被人捅死 老柯将他脑瓜子拿到实验室后复活了他的意识 而上华的任务就是护理美娜的脑瓜子 这时实验室里的机器响了起来 只要打开系统上的第三颗按钮 美娜就可以说话了 上华小嘻嘻的走过去打开 随后美娜的声音便传了出来 美娜表示自己原本是个完整的人 拥有漂亮的脸蛋 性感的身材 可惜遭遇不幸 让人干了十一斗 所以会来到这里 每次回乡去过往时 美娜都会感到一阵悲凉 而老柯也在为了她的复原身体而做着努力 每天都会来医院太平间走一走 为她寻找合适的身体 可惜总找不到满意的 一段时间后 上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工作 也消除了对美娜的恐惧感 两个人甚至还能唠几句 这天上华刚检查完机器坐下 听到美娜突然痛苦的呻吟起来 上华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你除了脑瓜的那暧昧 咋还觉得腿疼呢 随后美娜从梦中惊醒 她一时间一段反应不过来自己在哪里 竟以为还在百乐亭跳舞 美娜梦见自己个百乐亭跳舞 观众一个劲的为她鼓掌叫好 她跳得越来越起劲 不小心踩到自己裙子摔倒在地 把脚给扭伤了 她觉得自己的梦十分真实 尤其是疼的时候跟真的似的 上华发现 她疼的脑瓜点上都有汗珠了 此时的上华还觉得老柯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 于是就爱为美娜说 对方既然把她弄到实验室 就一定有办法帮她复原身体 美娜很久没看过自己的脸了 于是请上华拿面镜子过来 美娜觉得可能是自己没有化妆的事 于是就让上华帮忙铺点粉擦点口红 上华为美娜化上妆后 她的气色果然一下变好了很多 这时老柯走了进来 听到上华在给美娜化妆后脸色立马大变 随后机器立马跳动起来 屏幕上闪出中毒的字样 说明美娜的脸已经受到了化妆品的腐蚀 老柯立马让上华把脸上的化妆品洗掉 好在老柯回了几时 美娜的脸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 老柯告诉自己一直在寻找 但始终找不着合适的 这时老柯突发奇想 要是在美娜的头底接上一具男人的尸体 结果会怎么样 此时镜头一转 一个画家正在为一个女人做画 何光很喜欢曼丽的身体 每次一画起来就忘了时间 直到曼丽催催她快一点 曼丽和美娜是一样 独自舞女 这天老柯来到舞厅 她远远看着曼丽 似乎是对身体很满意 于是不久后 曼丽就出车祸死了 曼丽的尸体没有被送往医院 而是抬到老柯的实验室里 在上华的协助下 老柯进行了一个人体嫁接手术 而另一边 何光觉得曼丽的死有蹊跷 于是他拿出自己所有财产 找到了一位侦探 随着侦探拒绝了他 何光现在不肯接这个案子 于是抱着抱离开了 此时老柯已经完成手术 他洗掉满手的鲜血 上华虽然对着老柯说了不少工美的话 但心里还是产生了疑问 那就是曼丽的尸体怎么这么完好无缺呢 会被宣告死亡 对于上华的怀疑 老柯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为了不让上华知道太多 老柯决定亲自为美娜做后期的护理 可这个疑问却埋在了上华的心里 到了半夜时分 他偷偷来到实验室想一探究竟 却看见管家走了出去 随后他跟着管家来到另一间实验室 见桌子上摆着曼丽的头颅 看来曼丽是老柯下一个实验标本 小姐 你家住在那 亲人知道你的情况吗 快告诉我 你家有电话吗 没想到曼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而他脸上布满了泪水 这时背后伸出一只大手 将上华拖进黑暗里 随后他被丢到一间小黑屋里 这时老柯走了过来 上华只好表示 自己是关心美娜的情况 所以跑来看看 上小姐 我发现 你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女人 不 我 其实 这扇自动门里 并没有秘 说完 老柯就离开了 不久后 美娜脖子上的绷带被踩下 可显然 他有些不适应这副身子 先是轻轻扭动了一些脖子 随后又低下头 看着这具完美的躯体 美极了 简直是 东邦的威纳斯 我 直到现在为止 美娜依旧不敢相信 自己居然重新拥有了身体 老柯走了过来 给他系上一条丝带 你在恢复几天 就可以说话了 将来 还能唱歌跳舞 美娜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她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这里 并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给亲朋好友个惊喜 这天 她盛装打扮一番 来到老柯的办公室 见其身旁有一只 黑头白神的小狗 这条小狗 也是嫁接的吗 是 李小姐 不过 他没有你幸运 是啊 教授先生 我 真不知道 怎样感谢您才好 我想 还是把您 给我的漂亮身体 再奉献给您 老柯觉得 美娜 这是在侮辱自己 她所崇尚的 一直都是科学精神 而不是肉体上的欲望 我所得到的报酬 比你想象的 要多的多 那太好了 我可以走了吗 美娜在老柯眼前 就是一具实验体 她的实验 好不容易取得了成功 接下来就是实验体的发布会 老柯怎么能放美娜离开 然而此时的美娜没有注意到 自己只是一个实验体 可以想象得出 当我在朋友中出现的时候 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啊 不 不行 你不能走 你必须在我的看护下 再待一段时间 美娜以为老柯 是不放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于是就表示 自己感到任何不适 再回到这里就行了 老柯告诉她 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放她离开 但绝不是现在 美娜只好失落的 回到自己的房间 每天喝的都是 老柯精心调配的营养液 美娜觉得要喝饿下来 想吃点正常人的食物 上华见她每天闷闷不乐 于是走过来问她 怎么 你是不是想嫁了 柯教授说 要过些日子 才放我出去 美娜从来就不是一个 安非守己的女人 从前一直待在这里 自以为没有手脚 无法动弹 如今成为一个健全的人 一直待在这 会被闷死 于是请求上华 帮自己忙 此时上华 还不敢违背老柯的决定 只能摇摇头拒绝了她 这天上华来到实验室 无意间听到了老柯 和一个神秘人的对话 二人在讨论美娜的事 这说明美娜已经具备了一个正常女人的欲望 所以这个手术是非常成功的 那个神秘人却提醒老柯 你别忘了 罗美娜的头颅下面 是另一个女人的身体 医学上 常常会出现 一体相斥的现象 老柯觉得自己已经闯过这一关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美娜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反常 不 如果一年以后 罗美娜还像现在这样正常 这才能说明 实验是成功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 老柯不能将实验公之于众 更不能召开科学发布会 但老柯等的就是今天 而且他早已经 发布会的情体发出去了 那就把情景 要回来 这不是让我在同行中难堪吗 神秘人开始教育老柯 说他作为一个科学家 应该有严谨的科学态度 做实验不光是追逐名利 还没有等神秘人说完话 老柯气愤的将通话设备关了 说话想穿了口的轮胎死死乱叫 这才像过去那样 教训我 看来这个神秘人应该是老柯的导师 或是前辈 站在门口的上华 将二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随后他推开门走了进来 并询问老柯营养一样配没配之好 上华意识到老柯在做一件有被盗子的事 便决定帮美娜离开这里 发现美娜逃跑之后 老柯找到个好友 让他帮自己去寻找 这个好友是一家精神病院的院长 他的人脉非常的广 找一个美娜对他而言不算什么 不过他从不替人白干 这句话的信息量很大 可以看出老柯之前用这种药水干死很多人 而他的实验体很有可能都这么来的 比如 曼丽的突然离世 也许就是他做的手脚 为了能将美娜找回来 老柯答应了院长的要求 而另一边 美娜回到了生前的家 此时 他的小偷男朋友三手曾坐在床上 并看着自己刚刚偷来的珠宝 手似撒笑 随后听到一阵敲门声 三手立马将手势放到一只雨鞋里 谁啊 三手 是我呀 三手打开门 看到美娜顿时人都懵逼了 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突然出现在眼前 胆再大意的吓出一身冷汗 胆小如蜀的三手更是被吓在躲床底下 美娜笑得花枝乱颤 你出来呀 你到底是人是鬼 你才是鬼呢 告诉你啊 我根本就没死 我信呐 你摸摸 你摸呀 美娜谎称自己被抬到停尸房后 一个教授发现他还有气 把他救活了 听到他这么说 三手在个床底下抓了出来 小心翼翼的摸美娜的手 果然还是有体温的 二人紧紧的相拥在一起 美娜告诉三手 自己想回到百六五厅去 你说 唐经理肯要我吗 要 不要也不怕 咱有的事情 说吧 三手将偷来的珠宝全都给了他 三手虽然是个小偷 但对美娜的真心是真的 不久后美娜回到舞厅 她的舞姿比之前还要优美 喜欢她的人比之前更多 这次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她就是何光高薪聘请的那个侦探 看来她还是没能抵住金钱的诱惑 同意帮何光调查曼丽的死因 美娜背过身时 侦探发现不对劲了 她背上有块红色的胎基 而曼丽的背上有一块一毛一样的胎基 有点过于巧合了吧 随后侦探找到旁井里问话 听到这一切 侦探心里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 美娜生怕老柯发现自己的踪迹 于是收拾行李打算撩影 三手虽然有点想不通 毕竟她现在正当红 可以在舞厅挣个盆满钵满 到瓜都满 但还是决定陪美娜离开 谁知二人收拾好行李从家里出来时 却被侦探和何光撞了个正枣 侦探表示自己有话要问美娜 听到这话 美娜对时露出了一副心虚的表情 侦探接着追问道 美娜虽然恃口否认了 但她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侦探见状一把将她 薄点红丝带扯下来 美娜警戒赫然为一圈 被嫁及的疤痕 这下她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了 她躺床上哭了起来 何光却觉得 美娜的头和蔓利的身体 结合起来 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所以她反过来安慰其美娜 何光本想推开美娜 可看到背上的台记者 又觉得抱住自己的人是蔓利 因此没有把她推开 其实三手吃醋了 一等何光和侦探离开 她就打算欺负一下美娜 则料美娜就觉得 这具身体是蔓利的 三手要是碰了是种罪果 于是一脚将三手摧翻在地 为了查明真相 侦探找到老柯的别墅 他拿着蔓利的照片给对方看 问他认不认识这个女的 结果老柯说 我对舞女不感兴趣 侦探见他不肯说实话 也就不和他绕拳子了 老柯想不到 他竟猜中了自己的秘密 却依旧淡定的否则了这一切 随后侦探又提出 想参观一些实验室 可侦探表示 自己还会再来 此时美娜的身体 已经出现排斥反应 脚上起了不少红斑 并且钻心的疼 三手见他如此痛苦 只能给他买止疼药了 没想到三手刚离开 两个黑衣人就走了过来 他们是老柯派来的 二人强行叫美娜 带回了别墅 老柯告诉美娜 你现在病很严重 必须待在实验室里休养 到了半夜时分 上华偷偷来到上次老柯和神秘人通话的实验室 他打开了通话设备 里面立马传来了神秘人的声音 你上次和柯教授的谈话 我都听到了 我觉得 你富有科学的求识精神 所以 上华觉得自己心里有很多疑问 想找这个神秘人慰问 于是神秘人把位置告诉了他 上华在另一间实验室看到了神秘人 原来这个神秘人叫赵国涛 是老柯的导师 这个实验原本是赵国涛的 不料老柯切取了他实验成果 并割下他的头颅放在实验室里 听完这一切 上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此时老柯走了过来 上华嘲讽他 一字不落都被听耳朵里 第二天 上华就被精神院里人带走了 来到别墅寻找美娜的三首 恰巧碰到这一幕 随后他偷偷来到实验室找过美娜 只料此时的美娜只剩一颗头了 三首非但不觉得害怕 还走过去和他唠起磕 得知这一切都是老柯做的后 三首想和他拼了 可美娜拦住了他 因为他知道三首不是老柯的对手 就在二人对话时 心聘请的助理走了进来 他取代了上华的位置 担任起照顾美娜的责任 三首见庄立马躲了起来 助理将说话的按钮关了 美娜无法继续讲话 三首只好先来到精神病院救上华 他刚找到上华 徐罗的一人牵狗过来了 三首只要一溜眼跑了 为了能将上华救出来 第二天三首伪装成病人 混进精神病院 上华小姐 是何先生派我来的 今天晚上准备掏出去 今天 是我的 院长见状 立马让人把三首拖走 并让护士给三首来一针 想必这种针 就是院长从老柯那要来的 谁知 就在护士给三首打针时 三首突然用脚夹住他脖梗子 随后 伪装上护士来给上华打针 针头还没有扎进上华的皮肤里 三首假装晕倒了 另一个护士去看他时 他便把人拖到床底下 并用手里的针送了对方一份盒饭 随后三首打开了上华手上的绳子 二人一起逃了出去 但没跑多远就被发现了 还好何光在外面接应他们 二人立马坐上了何光的车 一行人就这样在院长的眼皮底下逃跑了 而另一边 由于美娜的身体起了排斥反应 所以人体嫁接的实验只能宣告暂停 可老柯已经将请帖发出去了 柯学发布会只能照常进行 于是 他就将那只黑头白身的狗 拉出来做散事 他表示 这项研究对人类最大的意义 就是人死后难言的复生 而一颗对人类有着伟大贡献的脑瓜子 可以无限的延续下去 老柯举起例子 如果将一颗聪明 却有残缺身体的头颅取下来 安在一具低质却强壮的身体上 将是多伟大的结合 可惜他完全没有考虑过 那具残缺的尸体和那颗弱智的头颅该怎么办 可以想象 如果这样的实验针实行开来 人类社会彻底乱套 老柯还想让美娜讲几句 可惜美娜怎么都不肯说 这是上华走了进来 我听他说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的报告会 完全是个骗局 是个骗局 是个骗局呀 这项成果的发明者 不是可可 而是著名的一些博士 赵国涛教授 此言一出 全场一片哗然 上华接着表示 老柯窃取了赵国涛的实验成果 还将他的头颅藏在实验室里 不仅害死了曼丽 还将对方失手分离 最后把美娜的脑瓜子 夹接到曼丽身上 老柯见上华把自己的一切罪行都揭开了 只能告诉众人 他就是一个和精神病院跑来的疯子 他的话一点可信度没有 此时 赵国涛的儿子来到现场 他上台表示 上华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一场发布会 就这样在喧闹中散场了 老柯成了重视之地 他气急败坏回到实验室 并和赵国涛聊起了天 我必须把你的头颅和身体 放到一块了 否则 我明白了 但是 无论你怎样安排我 我还是希望你 把实验继续下去 老柯摁下了摧毁按钮 赵国涛就这样死在他手上 随后 上华一行人带着警察来到别墅 并让警察现场查证老柯的犯罪证据 到了这个时候 连管家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 带着警察来到一些实验室里 打开了冷藏柜的门 赵国涛 美娜 曼丽 撒人头 整整齐齐摆放在那边 老柯知道 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了 于是给自己打了一枝 就算是死 也在死在实验室 其实赵国涛是这种 部电影里最细思极恐的人 首先人体嫁接 这项泯灭人性的实验 是他想出来的 其次 他即便成了一颗头 还依旧在帮老柯完成实验 而且最后知道 老柯要杀了自己时 他也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把这个实验传下去 这说明他对人体嫁接的实验 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 即便是老柯 他还有一部分是为了追逐名利 可赵国涛 则用命在痴迷这项实验 赵国涛 纯纯老变态 是